三古茅庐 为什么传为前古美坛 因为我们历代 诸葛亮很多很多 随时都有 因为中国很聪明 又很认真 领悟力又强 诸葛亮非常之多 你看当时就好多 不是只有他一个 但是刘备太少 我们所缺的是刘备 而不是恐 很多人都就用孔明了不起 孔明当然了不起 但是如果没有刘备的话 你十个一百个孔明都没有用 千里马也需要薄落 千里马很多 但是薄落很少 所以才会传为前古美坛 现代社会还需要三古茅庐吗 现代社会 大学一毕业就找不到工作 还有什么三古茅庐的呢 但是真正你碰到很高明的人 你还是要抱着刘备的心情 去三古茅庐 他才肯尽心尽力地替你做一些事情 不能任何人都是朝自即来 非自即去 所以我们今天常听到一句话 说你做做看 做不好就换人 这种人是得不到人才的 因为人才一听这句话 那我干脆先走算了 我又不要干了 对一般人你可以用招聘 对基本的干部 你可以用面谈面试的 对中高层的人 你最好还是用打听的 然后自己去拜访他 请他帮忙 那对非常高的人 恐怕孩子要三古茅庐 他才肯出来 因为出来不出来是一回事 出来以后能不能尽心尽力 这才是关键 所以看起来刘备是很聪明的人